從回到說,將所有的,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的投資,都集中在圓圍多利亞港 例如興建文化空間,香港文化中心,沾沾了博文館 但不止這些,例如所謂的民間保安館,很多不同形式的民間保安館 都是在圍港兩岸找到的,即是SOHO、諸如超、灣仔 尤其是灣仔 在政治空間,我們發現香港的prilogical expression最明顯是甚麼 即是你曾經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甚麼 就是維園,甚麼都在維園發生 然後遊行,遊行去哪裏香港政府一處,去樓頭園 小費空間,再說,IFC、圓芳、銅鑼、蘇豪、蘇豪、桂光 是在維多利亞港兩岸 旅遊景點不斷發展就是星光大道、金子晶港柴、城東的城市 即是我們和你們有的花車會員、衣花表演、 每晚都在維多利亞港,所謂市區重建 即是最語言明顯在官方出門的就是APM 首先在一個glass route的地方放一個消費空間在對面 大家去看看灣仔所謂那些保育、歷史的保存 在灣仔變成一些高檔的餐廳或者gallery 即是那個gentification就是都市重建的 那個發展最高的準則 那這一段說話就是張仁鑼在他那二年拍的市政報告那裡 他說為配合西九文化區的落實發展 我們即是政府,所以持續發展文化連結 持續積極發展文化連結 包括向社會推廣文化活動開拓文化消費市場 除此以外,政府更要鼓勵文化體體到各區鄉村 將文化帶入社區 那文化是什麼呢? 在政府的流程就是消費,文化是消費 然後就有兩個,在空間裡面它劃分兩樣東西 一就是西九龍文化中心,文化中心 然後就發散到社會區的邊緣地 那裏,我發覺西九龍文化中心的建立 就是一種中心性地理政治的極端,極端的表象 那裏,香港規劃的秩序是很單一和純粹的 就是在我個人的看法上 那裏,我們就有很多地理空間的抗爭出現 那裏,我們就有很多地理空間的抗爭出現 但是在這裏,我有一個看法,就是說 其實是一種,就是很多時候 同時這種文化的沉甸,就產生一種 所謂懷舊性的歷史觀的誕生 那裏,就是有些文化,很多時候都用 第一就是集體目的,第二就是公共空間 那這些文化就不斷地重複 在很多傳媒,或者甚至教學 或者在所謂社會的運動裡面,不斷地重複 例如維廣,維廣集體目的公共空間 永遠都重複有重複 這個是一個,就是說,怎樣去重新設計 維廣的一個movement,在2005年出現 即是,他們就說,要收集一些故事 就是說維廣的印象,不是集體目的 那我們呢,照我看,我就發覺 即是,所謂集體的回憶,就是一種 懷舊式的歷史觀來的,即是說,將某一條 即是,特殊地抽選出來,過度真實化 那,即是,我簡單來說一下,即是,很多的 即是,保育的環節,有很多人,很多朋友都有參與過 那,我們發現,即是,這些地方要保育的,就是五年六十年代 很多人,六十年代,自己的建築物 那我就有一些問題,就是,我們發現,很多的,有關 歷史保育的抗爭